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一番网络对局 这番棋我直白 对手是一位韩国棋手 现在是很可惜 没有那种全国的新闻杯 这种好像有小规模的小放 我再有一点 但是没有全国性子的 要是有全国性子的 你这水平应该还是可以 这个地方布局的时候 我要问一下 因为实际上它是街上 然后我直接就是把这个地址走完 我就会想 好像我见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它说 因为是这种象小木 象小木的话 它好像这边挂了以后 然后 然后 我先沾它跳 然后它踩回来 然后这个节目比较多一点 就是说 就是这种局面下是应该把这个局部走完 就是这种拆回来 好一点 还是就是把这两边的配合 就是这两个拆的时候 把两边配合起来 就是这样的好一点 我就问一下 现在就是他们这个纸实际上拆了 所以就兼顾了两边 我就问一下 这个效率是怎么样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现在这个棋 直接把它连起来 白棋的优点是什么 是很结实 然后每边都有同样的一个纸 所以说 这块它也有一直两用的效果 很厚 但是它也有一些借用 这样的话呢 更多的就是往这参与把它打散 黑棋呢 以后未来行棋的一种方向就是 怎么样利用这样的配置 这样的行棋局部的进行 或这边怎么样去发展它 这是第一点 黑白棋呢 怎么样去通过全局手段 去渗入它的发展 让它的效率变低 这是双方的一种想法 如果灌完之后呢 脱鞋也是一种想法 这种下方有很多种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 这种 因为这两边的那个像小木的话 对 这种好像比较多一点 对 高挂的 实在它没有选择这种 就是直接把这个定时走完 这时候我就直接去逼了一个 然后它是逼着这种 因为这二路有特点的 真是早一点 我就接了一下 你问一下 现在这个靠压好像以前比较牛型一点 但现在好像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这种靠压 什么局面下 这种靠压用的比较多一点 跟周围的配置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问的很好 因为我记得来做节目的时候 也有很多业余选手 跟我联系过 就说特别有几种常形 比方说这个压就是一种 就是什么时候去压它 这个压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首先第一 它愿意挨你这一下打 那你变成一个钉式的形状 这种钉式在我们的学期过程中间 来说是一种很不好的形状 就是叫羽形 但是其实我们围棋的一种进步来说 实际上就是完善自己 对一种固定模式的一种认识 就是你原来就说 羽形是不好的 但是随着那种围棋的一种 进步 它抛弃这些 原来固定的一种观念 它就说在特定的时候 它有它的价值和它的利用 一种空间 对吧 所以说呢 你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它走到实力 然后呢 想跟这有配合 如果有能力的话呢 它就断 我想它这个想法就是 这就是 异当 因为一旦它拆过来 那么说呢 它这个棋它就现实得了很多空 这些都是可行的 这种想法的都是 只要建立在你的正常的一种思考方式下面 都是可行 实际上 我就打 接手 我接上面 这个局面下 接上面和接上面 或者是利 有什么讲究没有 这个局面下 还有有接上面 有接下面 也有利下来 或者怎么样 接到这一手呢 这我要 很郑重的跟朋友们说一下 这在特殊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是 沾完之后呢 这个点脚没有 要么就立下去 要么就沾上来 或者飞 立下去呢 这些会有点脚 沾的话呢 把它断完之后呢 这些没有点脚 所以说呢 这个下法呢 只有利或者沾上来 对 实际上我是接在上面 然后 它没有在下面守 按常理 应该在这边守一守 对 怎么样 然后它打在下面 打在下面 打在下面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手 应该是问题手 可能是 怕我接了以后 然后再腻 它觉得比较 它想打的时候 实际上就想飞着一个 非常慢地腻 但是这部棋 就是正常的一部 就对 这部这部棋 感觉是比较正常一个 实际上它打到这里 它打到这里 我就飞到下面来了 嗯 然后 这里下得很灵活 它又补了一手 嗯 补了一手 然后 我就小飞了一手 这个棋 就相对于什么呢 就是它 把这里的权力 这里的空 变成到这里来了 就说看哪边大 但是呢 这个棋肯定是白棋好 嗯 因为白棋这一走啊 就一一二三四五六 这三六一十八 至少有十八木棋的 左右的空 就是价值被破了 这边没有那么大 然后逼过来之后呢 这两个只要收工 所以这个棋呢 你都处理得很 相当相当出售 而且呢 缺缺实质 那我感觉到啊 就是说 你这 今年来的 努力啊 没有白费啊 它这边有两个只 可能比较 觉得比较 薄弱一点 然后先坚定一个 先补强一下自己 然后我跟着印了一只 然后它就贴 哦 这个有点 直接单跳游就完了 像这样的棋啊 就是快速逃跑 嗯 连这个两个都不要走 直接单跳游 因为捐完之后 也不一定能 能活棋 对吧 嗯 可能他觉得这个 放厚一点 感觉厚一点 哦 嗯 哦 它再然后 这个棋 你呢 当长那个 这样跳完之后 这棋要是一尖的话 可能 你这 就有点困难 嗯 如果一沾有个袜 它沾完之后有冲断 对吧 嗯 这个棋型方面 是是有 应该有些切线 然后它出头 然后我就拖鞋 后面他走了这个普通的电视 先把一个脚上的时空先拿住 哦 后面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棋的 我就说稍微的要跟你提示一下 你现在的棋啊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非要了 你问你 可能我对你了解不够 嗯 最近 嗯 这段时间 就是说原来的那种水平和现在已经有个本质的区别了 因为从布局 从那个 呃 大小还有那种分析来说的话 都都完全提高了几个档次 但是呢 就是说 这有一个概念 请你稍微要注意 就是这都是大厂 对吧 都是大厂 但是呢 怎么样去区分 棋属和大厂 这个棋呢 我认为啊 这个地方 你有个毛病 有个缺陷 你没看到 我们就自当是没有 啊 只能是没有 我们用这个 但这部棋呢 这个是极锁 但是呢 我呢 我怕它是抢到这个 这种这一代 这不要 因为这一手棋 基本上是围成十和五块 嗯 而且呢 如果你不小的话呢 被黑棋挂到这儿来啊 你的局面很为难 这棋很为难这棋 是比较难一点 所以这棋 这部棋是很大的 而且呢 还有就是 你现在这个棋啊 你头很坚实 嗯 在这种情况上面呢 确实实实是有一个误 我原来在下棋的时候呢 就是 有什么棋就下什么棋 也有很多学生也这样做 嗯 后来呢 我突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可能也是误的啊 就是觉得 有的时候有一种发展方向 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有时候确确实实说不清楚 这个东西 这个比较模糊一点 很模糊一点 就是一种发展的方法 你比方说像这个棋点完之后呢 它没有很大的发展 在黑体下 黑体会增加很多线索 嗯 就算这个水平啊 它在一定的先驻之下 但是它也在 你让给它先手之后 它可能会 选择的余地要大余地要多一些 我建议这个棋呢 你可以考虑走这 这也是一种 一种构思 为什么呢 呃 这个棋呢 肯定有点冒险 但是总体来说呢 像你一瓶一瓶 呃 这作为全局的那种 对吧 对对对 对你来说很好很好 把握你的大的方向 可能呃 这种感觉配置 感觉要生动一些 对 嗯 嗯 就一个简单的定时机爪 先把这个定时本身是没什么问题 嗯 嗯 它飞对的时候 感觉是应该有点缓 哦 这个有点缓 这个没必要 这个有点缓 然后我现在就补回来了 嗯 补回来了 这下的 这下的 这个这期 你是 你你你你就是千千千千万苦的周期 能转回来 这就是 这就是高 呃 顺便再提一下 呃 我的印象就是说啊 就说 嗯 你原来是 出段水云吧 就差不多两年前吧 对吧 两年前差不多吧 呃 然后今天呢 到现在呢 这两年过后啊 你先到达七段了 这些人你先做火箭一样 当然也跟自学 自学成才有关系啊 你那样 但是 但是就有一点 就是说 也有很多朋友啊 就是说 呃 跟你一样从事这种新闻工作 我就希望呢 就在这个平台呢 你可以接着跟大家交流一下你的体会 体会是什么呢 第一呢 就是说 你做一个呃围棋的新闻的一种传媒 传媒人来说 呃 水平在越来越提高 对你从事这个围棋的这种新闻报道来说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或者直接的一种效果 还或者就是就是一种单纯的一种爱好 这个对从事这个新闻报道 这个维棋新闻报道这个职业吧 有有有 我认为这个帮助起码有 最起码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可以保证 最起码可以保证 这报道维棋赛事啊 维棋活动和各个方面 可以保证不会犯低级错误 比如说在报道 比如在写一些维棋术语啊 嗯 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可以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很低级的错误 嗯 不会出现常识性错误 就别人看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觉得有问题 因为觉得有问题 第二个对对棋手 对赛事 对整个这个围棋 就是说有非常深入的一个感触 非常深入 就是说这个深入法呢 这个感觉啊 就是报道出来这个角度 可以方位角度 可以从一般的如果不懂 可能报道一些表面的现象 可能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我简单的报道一下 但是如果对这个围棋比较热爱 然后对围棋这个情力方面啊 有一定的情力 可以报道围棋的时候 能够有自己的能够 嗯 拿出自己的观点 嗯 不是说单纯的 就是说把现场的情况 嗯 简单的 好 这样我们呢 那会见他的嗯 这个一种心理的一种历程啊 还有他自己对这种新闻 或者和围棋相关联的那些东西呢 我们先休息 等会再再聊 好 现在呢 就是说嗯 你继续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 就是说水平 到达一定的程度 或者越来越提高的时候呢 当境界在提高的时候呢 呃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我问一下 就是说你对那种 呃 职业企业下的棋 包括业余学生下的棋 你能 首先你从一个新闻的角度出发 你能感觉到那种职业提手下棋的那种内涵 然后可以很深刻的去 用文字去表达它 然后让所有很多棋迷 去感受到围棋的那种文化 对不对 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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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棋嘛 嗯 因为我可能吓不出来 嗯 但是我看了 然后然后琢磨以后 嗯 可以有有自己的体会 就是对他 他的内涵呢 嗯 一些东西 有一些 然后不再包括业余棋手 就这一块 呃 广大棋友 你也是 呃 我们都是说从呃 业余再到一个高的程度的 对吧 那么说呢 呃 这是一个基石 那么说你如果去了解呃 广大棋友的一种文棋动态 包括棋平也好 是吧 那么说呢 你的提高 水平提高 对去观察他们 去了解他们的动态来说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 嗯 其实呢 就是说在这一点上面呢 呃 也解答了有很多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一个 呃 困惑 就是说 你做这一行 很多报道新闻 呃 传媒的朋友啊 就是我只要了解一下背景就行了 但是呢 这种呃 呃 这种文化的东西 呃 你要去了解它 呃 首先你刺激要去 会去下 嗯 会去摸索 会能感觉到快乐 对 那么说你 报道才有深度 力度 对 广度 对吧 嗯 好 我们现在呢 还是继续回到实战 回到实战 现在这个期啊 然后我守过来 我守过来 它下了一步比较缓的一步 然后 哦 哦 它就拆了这里 好 拆了这里 嗯 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好点 嗯 就直接选择打入 哦 这个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下方 打入 因为现在 大厂没有特别严格的大厂 这个是很直接的一种 一种想法 还有一个大厂 肯定就是有这个打 嗯 所以这个期呢 我觉得已经下的很 很很棒 打入 然后 特在这里 嗯 很清晰 这个地方的靠 可能它因为 我就觉得我这个脚 已经很强了 然后再再加强一点 也没有 也没什么可惜了 嗯 然后 我就 搬了一个 我一个 这种手 我觉得 这个期 我稍微要打断一下 嗯 像这样的期呢 呃 在技术上面 我认为我应该 呃 不能往常规 这个 我一定要严格的要求你 对吧 这个期啊 碰到这 这个期 现在只此一手 应该往它退 不要给它任何借用 它这部期呢 有私应手的味道 那如果你要往这儿搬的话呢 嗯 请私底朋友 包括列个距离 在新年搬 嗯 成型了 嗯 如果粘到这样 它 它糊涂了 成型 对 那如果搬到这样呢 这部期呢 呃 我们的韩国朋友呢 不一定能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 但是广大 旗友 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常形 这个期呢 就是需要 你这个期如果要说 统习的话 这一打吃 再打吃 再提掉 那么说呢 这个期就很生动 下手再震过来 是吧 对 如果要说你要反击的话呢 要往这儿 退的话呢 这个时候有很多种下方 这种下方就是直接打冲出去 你如果 走上 然后呢 这样一张 当管 你看这个期味道就出来了 对吧 嗯 不一定非要通过这个攻击它 嗯 转过来了嘛 所以我觉得那这个期呢 嗯 我当时它靠走的时候 低感也是就是退回来 哦 就是感觉好像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比较心情上面觉得不是很爽 对 嗯 主要就是这两班呢 它有很多借用 是 是吧 有限时的借用 如果往下腻的话 会不会 往下腻呢 是这样说啊 往下腻呢 它这个期以后 未来的这种往路线就比较宽 宽敞一点 而且这个期跳还有先手味道 你这个期你要不走的话呢 这期就 就靠一个一般的扭断的下方 所以这个期希望秦明特别注意要退一个 嗯 实际上它也没有走出断的那种手段 然后可能这地方我 感觉也没有亏吧 然后把它打接上了 然后它接上 嗯 你在摆摆摆的时候 也不能完全跟大家说 这个你要跟跟大家说 要当时的一种场景嘛 就是说你在网上下的时候呢 呃 比较说 嗯 大概是多少 什么时间呢 还有就是当时你的一种 你能感受是怎么样了 你这说老说是新 呃 为期新闻出生嘛 你就应该把它 让大家更了解一下 更能体会到 跟你一下 分享一下 嗯 下期的那种快乐 还有一种 呃 痛苦嘛 快乐并痛苦的嘛 输了就感觉到痛苦是吧 在网上下 实际上有有很多时候 我下的期都没有按照常理 嗯 都不是按照常理 然后就是 直红相对的 直红相对 就是按照 就是可能就是 有时候可能下的比较冲动一点 或者怎么样一点 就是没有 就是按照这个起理 就是还没有完全发过你的水平 就是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如果对手下的比较过分的话 嗯 可能我会下的比较更更过分 嗯 那怎么样 就是就是一个情绪化 比较情绪化一点 具备了一种 呃 职业选手的一种呃 契合 就是用精神 手段然后再综合的话 你直接打职业了 可能心心心心 心理波动比较 这个期呢 嗯 我还得要说一下 像这样的期啊 要学我一个结尊 这这叫有 嗯 对对对 就谈音 如果你提掉 你像这这尖子都有些少 再提 你这基本上是优积 他早知道你可以打 他早知道你不做好 他懂 以后就有个退路 嗯 多一个子弹 这样总是比那个好 这个对我打 打击上肯定是 对 亏 亏多了 嗯 然后我补了一个 嗯 很幸运他就开始攻 攻击 嗯 他可能认为这个好像比较厚颜 然后就依托这个 这是用感觉 他感觉 总觉得人多就就就就 只多一点 然后就 你这部 你这个打路啊 有点类似于特种部队一样 对 特种部队就是人少 但是他人精对不对 对对对 他这个这个是常规部队 文多呢不代表你就有战斗力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 走赤我觉得还不妥 因为这个棋 呃我我先没不知道你实在怎么下啊 因为我下的话我肯定就会靠一个 你要退一个然后我再一踢 这个就很轻松 嗯 这头比较上 你走着我一退 这里还要补齐 然后我再跳出去 那么说呢这部棋啊 我认为啊 可能走这个更好一点 柔和一点 慢慢的标准 再慢慢的走齐 这个呢有点欲速不达的感觉 可能有点 觉得一些形式 他不是感觉可能不是太好 嗯 怎么样 然后下的可能比较是猛一点 然后可能 他意思是好像就想吃吃我 哦 然后我当时没有没有靠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应该靠 嗯 因为靠把这个纸充分利用一下 然后怎么样 这个还是手段还是很多 这个吃掉肯定是不太不太可能 然后我还是煎了一个 然后 他继续煎 继续煎 好 煎一个就是 呃 小胡啊 这个叫我要煎 这个叫搭一个 不要先贴也不要这个 这个煎呢 在有的时候呢 日本 日本原来啊 我们呢都是学日本人的问题嘛 他们就说 凡煎无恶手 但是有的时候呢 煎呢 因为左右 情况不一样 这个煎就是恶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我如果一贴 这气啊就感觉是个软骨头 是什么呢 到处都有借用的 就很酥 这么轻呢 它硬 它气也长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先走上了 还不好 先靠硬 为什么呢 它退的时候 你再贴 它搬的时候 你再退 这个感觉不一样 你现在走着 你贴到这儿了 这个其形呢 我无法 我无法用准确的词汇啊 把它这个其的内涵 把它表达出来 因为有些东西啊 它这个 就是什么叫 呃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有些东西 就是它这个 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需要你去用心去体会它 嗯 你还要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实战的过程 去理解它 对吧 嗯 那么作为配置的关系 如果我问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纸 现在接人还是靠 嗯 如果没有这个纸 也应该是靠 也应该是靠 因为它压你顶不住 哦 好 然后实际上我是接它 它继续接 好 我们稍微摆快一点 嗯 嗯 可能它认为它这边已经比较厚了 所以就把它往这边打 嗯 然后再搬一个 我可以搬 鞋上 然后我就 飞出来 飞 嗯 这飞一个的骑形 有点稍稍有问题 要么是走着 要么是跳 飞一个呢 这这骑 呃 有靠的可能性 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能是我觉得出头快一点 所以 嗯 有这个帮你补行 嗯 这个 这个其实肯定是不是好骑 看起来都不是好骑 好 这个局部高一段了 它 它也吃不住 然后它就是捡哪一手 就你给它捡一手 我当时觉得 很难受 这个地方 我如果是捡它的话 它应该会挡 这个 可能会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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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捡一手 就捡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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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捡完呢 然后你就爬回来 爬回来 所以这个误度很大 这其实它捡一个是比较大的 这个感觉比它捡的比较难 比较难受一点 不是很舒服 嗯 如果我如果你在哪里抢个牵手 或者把 那那不可能 这个这个就是你就违背一种 就像你用自然规律 你不能说不可为而为之 就是有的 有些东西啊 你除非是能超前的意识到 然后呢 你的运作方向 或者针先手的那种手法 就完全不一样 你让它在前面 就要意识到这这步棋 现在走到这儿来 被人家抢了 不要可惜 问题呢 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力抢到这一步棋 好 打路 我打路 打路 因为没有特别大的大当 你现在的棋啊 给我的感觉 总是能下到点上面去 虽然有点熟 但是总能下到点 这个点就是我们专业俗语 就是说 就是能下到正确的位置 这个刺也不好吧 那我的毛 这有个尖 它这个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 这就是 它可能也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吗 可能想把这边加强一点 然后再来 看到那个 我就顺手就接上了 然后它尖住 想就封我的指 就强行就出动 那你这是得理不劳人 那你也起碰来说 做这部棋 我第一个就是应该往别人立一个 那个是棋型的 然后就斑了断了这种 我先想把它先分断 先分断 然后它断我 那你下的比我好 然后我战役了一手 我先把持一手 把持一手 先把它断开 这里 断开了之后 然后然后做出 做出一个两点弊的棋的 然后在你架势 然后它吃我 嗯 然后我应该现在 不应该脱过了 这个可能有点缓 这个是有点水手 这个跟你的那个七段水平 呃 成好不相符 这个这个棋 你应该直接往那贴了 这个是个狠的一种下法 嗯 这个是个狠的一个下法 然后 然后我过了 它就直接提到了 提到 嗯 然后 我现在还没有提 然后先 嗯 我过了以后 它 哦 它先补到这个 先补到这个 然后我就靠一个 靠一个这里 它可能怕我跑出来 不跑出来就直接提到了 提到 这样 它这款棋也基本上安定了 但是被我抢到这个 这个班 整个这个棋 这个棋的意思 这个棋后啊 都来占便宜 是吧 嗯 都实际上 我到时候应该贴它 可能更狠一些 这样 这个棋呢 我觉得这款棋 应该是你最后 我的猜测啊 这款棋应该是你最后 是获得的 这款棋也是赢的 而且呢 你呢 这一代呢 感觉到心情很舒畅 对吧 因为你的组合拳呢 应用的比较到位 但是呢 我还要说一点 这个棋啊 你应该感谢对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对手啊 比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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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从整体的内容 来说的话呢 你都下到最正确的点上去 你应该说这个棋啊 他打的时候你飞过来了 然后在第二呢 点完脚之后 这个棋人家一猜 你果断的打个路了 这个棋啊 就是可能在具体过程中的手法 你可能稍稍的弱一点 但是呢 你只要能把握大局 这个是厉害的地方 因为最害怕是 下棋啊 他们有一句俗话就说 也不是每一步棋都要求十分 每一步棋如果能达到六分 就是每一步棋这个 就整体的四分都是六分 那你这个棋就很厉害 你如果说一个十分 一个六分 一个五分 这个是用分数来表示的棋的质量啊 那么说你这个棋 这盘棋一下子就很矛盾 比较均衡一点 对 均衡就是你的思路清晰 对 今天的这盘棋呢 我和护卫健呢 就为大家摆布 护卫健的 在整体运作上面呢 他能把每一步棋 关键的棋都能走到位 这样的话呢 还能把思路连贯起来 就最后造成 成就了这盘棋的胜利 还有就是 希望棋名朋友呢 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看下方的邮箱地址和热线电话 今天呢 我和小胡呢 就为大家摆布摆在这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